哈喽大家好 我是漏洞海蜜 今天要打扫微信了 找到一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是啥 我去问一下寒头 我也不认识中国字 这个是啥 去问一下 你看寒头 妈里他们在 在爷爷家这边远 扣扣 我去问一下他们 你也来扣啊 要不能 好 这个是啥 我打扫微信看到了一个这个是啥 这个 哦 还有一个那个男孩还长个头发呀 哈哈哈 是啥 毕业证书 你再说这个是吧 嗯 你不认识这个是谁吗 你看这里有名字啊 我的名字你应该认识了 对啊 这是韩涛啊 这又是我 不可能 不是你 怎么了 你怎么会有头发呀 哈哈哈 你看这个是 2010年 这是10年前的 10年前我是有头发的 那为什么现在你没有头发了 我也不知道 他一点也就没有了 是不是感觉有头发的时候 比较看着 顺眼一点 啊 这个看着也很 比较年轻一点哦 现在看着很老的 很老的 是务事室一样 你看 哈哈哈 这又是 10年 10年之间 从一个精神小伙到一个 中年大叔的一个变化啊 哈哈哈 你不要放这么近 哈哈哈 是吗 这是我上学的时候一个那个 毕业证书 我没有做梦吧 没有 我有头发是很帅的 所以你不要担心我们以后的 小孩不好看哦 哈哈哈 基因还是好的 知道吧 只不过是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他导致这个头发掉了 问题不大的 我还不相信 又有点不相信 哈哈哈哈哈 再给你刷牙这个 这是那个 这是一个看 无常献血症 是啥 无常献血就是 把血自己的血嘛 哦 就是不要钱 献给国家的 就是因为他有的人就是 需要血 他比如说出车祸啦 或者生小孩什么的哦 对 对他需要那个血 所以这是无常的 这是不要钱是给国家的 因为这个也是就是等于是 一呢是给国家做贡献 第二个呢也就是给自己就是 也给自己就是和基德一样嘛 因为我现在已经献了 看这里有两次 这里面有 这里面有三次 这里面是三次 总共是五次 每次献200毫升 总共献了一千毫升 一千毫升献完以后 我现在已经可以就是 终生 一生可以免费用血了 就是 不管说就是我就是 怎么怎么 他又是用血 他医院不找我要钱 也包括就是你用血 也可以就是免费用 还有爸爸妈妈 弟弟 这些就是家属 也可以免费用 所以这个还是那个挺好的 现在知道这是啥了吧 知道 你们老挝有这个无常献血的这个吗 我看到以后他们也脱鞋 有是吧 但是你不知道是啥是干嘛的 不知道 应该也和这个一样 这个其实也挺好的 这个其实他这个无常献血 除了就是你可以免费用血以外 他自己对自己的身体也有好处 因为这个你这个人体的血液 如果长时间的不恶就是不换一下 就是不让他雄环一下 他不太好 就是你这样雄环一下 就是把旧的血他抽出去 产生点新的血 他可以就是血液雄环一下 对自己的身体也有好处 也挺好的 以后就是我们县城我也经常可以看到 这种是流动采血的 献血这个地 以后要是有的话带你 人家血脱了这么多你不怕死吗 能死死不了 200毫升不多 饮料 你知道饮料一瓶有500毫升了吧 这200毫升一次也能一半 饮料瓶一半 是吗 也挺多的 一身体素质不好的人他也掀不了 掀完以后可以投晕什么的 我那时候身体感觉还好 所以我县了 我们县城也有这个点挺多的 以后要不要带你去尝试一下 我不吃 我这么瘦这么宽 还有 给我拿血脱 不行 县一下好的 我上不到 以前我老公有头发 以前这么帅啊 还有这个什么 献血 酸血 很厉害 很厉害哦 是你的榜样哦 嗯 我呢也就是建议一下大家 如果大家身体素质比较好的话 也可以就去无常献下血 给那些就是有需要的人 去一点 给他们贡献一点吧 那行 这期视频分享到这了啊 大家那个 要说吗 你说 好视频也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我们的视频哦 喜欢我了可以点点个关注点点赞 拜拜啦